大家好,这里是李笑的频道 今天准备拍一个安装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这款是我从国内带回来的海康威视的C6 Lite 基本上我在淘宝上最便宜的一款 而且它能支持2K的摄影 我准备把它安装在这款二手的CRV上 这是2017款的 这是安装后的样子 第一步是贴完静电膜以后 把它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行车记录一安上 这步你就需要自己去找位置 我是贴到了右边 因为我如果在左边驾驶的时候 如果搁在正下方会挡我的视线 贴在这边刚好后视镜 我不知道这边能不能看出来 看不出来 从左边的话能完全挡住它 所以说是对我来说是比较舒适 不影响驾驶安全 所以第一步就是把它固定好自己的位置 你可以通过手机APP去找构图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屏幕上的这个LED 但是这个不是LCD 但这个屏幕它不是特别的清楚 你最好拿手机找清楚这个角度 包含所有的车线盖的距离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线 我们会从这儿走到A柱 再通过右边走下边 最后回到电烟器 应该是12V的电源上 这步很简单 就是把它直接塞进就行 上面应该有一个接缝 下一步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线呢要走A柱 你需要把它一定埋在安全气囊的后边 要不然如果安全气囊炸了 你的线还在前边 如果简单的如果塞进去的话 它就崩出来了 可能可以切着你 轻则轻伤重则你就挂了 所以这步绝对不能简单的就 就烟心就完了 你需要把它完全拆开 然后把它走到安全气囊的下边 我们现在可以去拆这个 这个A柱应该是没有明显的螺丝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直接掰下来 先把密封条拆下来 好出来了 已经松动了 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往上滑出来 一般车是这样的 你不能直接掰 拿下来吧 刚才好像掉了螺丝 白衣柱拆下以后 里边就是安全气囊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线绝对不能在它的前面 你要走的话要走到后面 这样的话安全气囊一般是往前和往下弹的 它就不会把这个线伤到你 所以下一步就把它固定在这块 这个就是我接线的样子 可以看到它从安全气囊的后边过来 然后我把这个挡板拆下来了 它直接走Dashboard的底边 走这里边 从Dashboard的线过来 来到下面 这边我是把这个挡板拆下来了 这边我是把这个挡板拆下来了 抱歉有点脏我这车 然后我把线通过上面一点一点的埋过去 一直走到中控的侧面的上边过去 我是从这塞进去的 然后这些线我到时候就可以不完美的做法 就是直接从这这个缝过来 就倒点烟器了 我觉得这个够了 这样的话等换车的时候也好拆 行 这个红色的需要点诀窍 你给它拿下去 要不然你都是安不上去 因为这是个滑轨 就是CRV轰的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就是这样 就是你手要按住底下的卡扣 然后拿螺丝改锥 同时压上面的卡扣 这样整个就能拔下来 这个拔下来就是这样的 你把它装进去的时候 你要把它卡回去 它对应的就是 这个口 千万别蛮力 这会儿不是大力出奇迹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原封不对用的 摁回去 它应该就能把A柱装上了 同时这个线又不会挡住 这个就直接摁回去就行了 要确保中间跟下边的螺丝 拧上 现在很稳了 最后把这个密封条 再装回去 这个就是安装完后的样子了 可以看它的线就是从这开始隐藏 A柱 B分塘下边 一直到脚垫的后边 从这边过来 有一根线 最后插到点印器 多余的线就拿极限器给它锁住 OK 这就安装完了 现在让我们试一下 点火 好 启动了 还不错 这个广角 这款是2K的 也够用 OK 这就是今天安装视频 拜拜 拜拜